已經有駕照了喔 對啊 我已經滿18歲了 也順利考取駕照囉 好好喔 騎車有駕照 不超速 不闖紅燈 安全帽戴好戴滿 這樣才安全喔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21條規定 為滿18歲駕照駕駛 儲信台幣6千元以上 1萬2千元以下罰還 考照再上路 青春向前行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大安會 及高市府新聞區提供 喂 勞保局您好 小姐 妳好 我太太她之前 都有按時繳納國保費 只是她一年前過世了 那我現在還能勤領遺鼠年金嗎 可以的 國保被保險人 於參加保險期間死亡 或年滿65歲 於領取老年年金給付 或生障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或年滿65歲 未及勤領老年年金給付前死亡 如遺囑年金給付之受益人 問於符合勤領條件之當月提出申請 只要符合勤領條件月份 沒有超過五年請求權時效 申請後 勞保局都會補發 但已經由其他受益人請領之部分 就不適用喔 好 那我知道了 我趕快去申請 謝謝你喔 以上廣告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提供 每天只要一顆加強 因為我們的肥油 肥脂 肥脂 肥糖 都是引起率順序不良 不管是萬聖杯或是領域酸油的問題 都是保持功能障礙的願意 空白空空399599 0800399599 每年5到11月為颱風季 選立局應用訊息 已於4月提前完成所有防汛準備工作 峽內各抽水機主測試運轉 排空置紅池 輕疏區域排水下水道 及打通排水瓶頸點 保持排水順暢 今年應短延時強降雨 道路排水不及 今年延續去年補助加護身裝防水閘門 推動相關治水工程外 藉由肥工程方式減少治災發生 高中市政府水利局關心您 快樂台灣 剩菜武漢 快樂臉部旺 現在時間十八點整 輕鬆聊時事 歸邪談政治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聽我們的快樂聊時事 我是主持人 丹豬如 也是台灣基進 在高雄遮陽打馬桂的七尾丸殘酸林 又更是我們的百姨 雖然說通常都是有一個百姨的 但是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一個新聞 也是會讓人覺得很趣的 會讓大家的蠻底部路 都讓它趕快的消散過去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新聞 可以有效的來對抗這個蠻底部路呢 就是我們高雄市長 在國民黨這邊的臨算 到底是什麼人到目前為主呢 都不知道 但是最近這一連串 陸陸續續有些人表態了 有些人又來拜訪了這個 國民黨的高雄市議會的黨團 那他們的起手勢 真的讓人家覺得說 欸 你到底是要來認真的選 還是要來亂呢 這個我們真的是抱持著高度的懷疑 就像是說正常是這個陳玉珍嘛 他就要批評說 那個陳其邁是這個溫室里的花朵 拜託 人家經歷過2018的選舉的挫敗 又重新的站起來 換作是別人 你看全國的焦點 在當時大家都認為 阿哥用我們贏的啦 不要緊啦 總算的啦 結果最後輸了 你知道作為當事人 他那個心境上面的轉換 那個壓力是有多大嗎 他一步步看著 原本大家都認為說 沒問題的這個局面 然後呢 就好像說那個股票萬八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兩萬沒問題 結果忽然之間 咻咻咻咻咻 到今天多少 一萬五千點 差一點不熟 對不對 然後盤中一度跌破一萬五 這樣的一個心境的落差 再加上政治上對手的攻擊跟蹊落 就像說這個選了之後 他去行政院做這個婦姻長也對不對 但是國民黨就跟他 說什麼 敗選者聯盟 有沒有要做梗圖去酸他 你看這樣子一個全國性的 這種批評啊嘲諷啊 他都撐下來了 然後呢 一步一步的 用這個自己的這個實力 協助蘇院長跟蔡總統去做施政 那最後呢就是說 再重新的去掌握 或者是說去爭取到了 我們親民的朋友 再用親民的基期嘛 所以才能夠又回到高雄市 來為大家做這個服務 拜託 這個時間 從2018到2020 這一年多的時間 他哪一天不是被人家這樣子 特別是國民黨在那邊酸 在那邊笑是不是 換作是一般人 這樣的一個壓力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他挺過來了 你說這款人是溫室裡的花朵 我是死都不會相信啦好不好 那反而是 這個我們的陳玉貞立委 門夾了一下手 就跑去醫院住了 這個不叫做浪費醫療資源 什麼才叫做浪費醫療資源 相比之下 誰比較像是溫室裡的花朵 我覺得應該是那個陳玉貞 是不是 接下來呢 第二個再來了 就是現在 也是 走去這個高雄市的議會 去拜訪的這個柯智恩 柯智恩在受訪的時候 也是就是說什麼 陳其邁暖男的人設 要來重新的詮釋 這句話聽起來 沒有像這個陳玉貞那樣的鄉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這就是一個政治上的攻擊 政治上的攻擊 而且這個攻擊它的段數 是有點是免禮長征的這種等級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說 哦這個人設 就是不是那麼的尖銳的批評 但實際上它是在直接去 要去這個破壞 或者是說要去顛覆 就是說陳其邁的這個給人的印象 所以他才會用這句話來講 那當然啊 這個時候 身為這個陳其邁的前幕僚 我相信 大概是整個高雄市 你說 如果是以議員參選的成績 我是最有資格跳出來 來反駁柯智恩的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對於一千夫比馬 幾六年了 還是說就第一手的觀察 說 當時邁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這個我們絕對是 有這個第一手的觀察 那柯智恩的這個 政治上的目的跟操作 它就是 沒效的啦 為什麼 因為柯智恩他的 印象跟他的這個出手點 就是來自於陳其邁之前 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就是說 比較這個咄咄逼人 說話是比較直白 這個也是對於一些這個官員 就是說蠻那個凶狠的啦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這是應該啊 那不是這樣 他是什麼 當時邁做立委 什麼叫立委 立法委員 他就是民意代表嘛 民意代表的工作是什麼咧 就是要代表人民去幹都政府嘛 對不對 你領人民的納稅錢 你就是要去監督政府的施政 那是有一個正常的施政 還是說有一個外交 還是說有一個 兵什麼 沒死三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當 在立法院遇到那些 跟你打哈哈的 油條的 特別是馬英九時期 很多這種官員 真的是 然後要嘛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 佐爾敬佑爾出的啦 那個整天五四三的 遇到這種打混的官員 你不給他墊下去 你對得起你領的 納稅人的人民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非常 正當跟合理的動作嘛 在立法院當立委的時候 遇到不OK的官員 就是要把他派下去啊 對不對 你不夠兇 我還覺得你是不是要再更兇一點了 對不對 當然這個兇不是說你要去做什麼 動手動腳或人身攻擊 不是 而是說在問政的犀利程度上面 在資料的收集的精確的程度上面 而且呢 就是在找出那些行政官員 如果要去打混摸魚的時候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 抵賴的那個核心的焦點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一個立法委員 應該會做的事情 所以說 陳其邁的這個壞 放在立法院是剛剛好而已 對不對 那另外一方面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就是說大家認為的說 是一個比較會 關懷體貼的一種暖然呢 那我也有跟大家提一個 另外一種看法 就是說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就是陳其邁他對民眾的態度 是有稍微卡卡你知道嗎 這個卡卡是因為他有一種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愛在心裡口難開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會很想要去 有進一步的一些互動或接觸 但是他會 有的時候會覺得說 這樣好 會不會對人家造成困擾 就是有一點 所以呈現出來是有一點點變了 你知道嗎 但是呢 遇到重大事情的時候 他也是會那個 放下一切的顧慮 直接衝就對了 Just do it 跟這個捍衛戰士2裡面的台詞一樣 Don't sink Just do 例如說 在這個2014年 高雄氣爆那個時候 我印象中是這樣啦 就是陳其邁他 那個時候已經搭高鐵 就是回到台北 因為隔天還要去 有行程要開會幹嘛的 但是呢 因為當年的高雄氣爆 大概是發生在半夜 那個晚上11點的時候 消息一出來 他又立刻搭夜車 趕回到了高雄 然後去到現場去關心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的時候 他的選擇 是絕對那個沒有第二句話的嘛 就是剛剛搭了高鐵到台北 又立刻搭夜車 回到高雄去 那這個也不是一次而已啊 像更早之前 在在八八封在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這個風太太多了 所以說呢 這個往山區的這個道路 都是被吹斷的 有土石流啊 道路中斷 在山區裡面的這個民眾 他們就有遇到這個物資 可能會有這個中斷的危機啦 陳其邁他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當時他是平民百姓 他沒有什麼立法委員的身份 他也沒有什麼進會的官員 他就是靠招 就是他的一些好朋友 大家就是塞這個吉普車 JIP 就開始浩浩蕩蕩的 上面塞滿了那個什麼 泡麵啊 一些有的不的物資 那就是直接往那個 高雄的山區裡面開 到六龜啊 到賈千啊 到這些地方 先去做一個應急 所以你會知道就是說 從這個幾個故事來看 他雖然說不是那個什麼 大家可能都是耳熟能詳的故事啦 但這確實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的 那這樣的一個 實際的動作 也是為什麼他能夠去獲得很多支持者 就失重的 給他支持的這個原因啦 因為 我們台灣人就是一個感恩圖報 或者是說是一個 會飲水思源的一個民主嘛 特別是像中國有句話叫做 點滴之恩當泳泉以報嘛 人對力好 問題是要讓人更好嘛 這才是一個一個正向的循環 所以當人家有付出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就是會有一個更好的付出 或者說更大的支持 然後呢 來感謝 對方的協助 這就是 這某個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也是台灣跟日本現在的關係 那這個921地震的時尊 日本跟我們倒三天 倒腳手 在這個 日本311地震的時尊 往臺灣 給你來報恩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恩恩相序 報不完你知道嗎 人家是恩 那個 欸這個這個 欸 那是什麼 冤冤相報何時了對不對 阿我們跟日本 台灣跟日本是恩恩相報 幾時修啊 沒有修齁 沒有終點的正向的循環 阿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台灣人很溫暖的一個普遍的特質 所以呢 像 陳希麥他在從政的一些時間 或者說在他從政的這幾年的這個時間裡面 那基本上講有很多類似這樣的一個小小的一種舉動 那當然就是會讓對方會感受在心裡嘛 所以呢我還記得有一次就是 有的時候會跟他稍微閒聊一下 因為他也很喜歡找幕僚跟他閒聊 阿他就有提到說 阿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些可能表面上或者是說 一般對於政治人物都不太會表態的一些團體 會願意站出來去支持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過去的時間裡面 有互動 也協助 有幫忙 就是這些團體的倡議 跟他們關心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種很正向的循環嘛對不對 那即使是像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模特兒 就是說跟在他身邊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會被他用最高規格 來要求的這一群人 其實也都能夠感受得到說他的一些關懷的方式 雖然說就可能比較 跟一般的關懷是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了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固執的例子 就是說在行政院的時候 因為就是說我們經常都要來討論事情嘛 有一次呢 我就是跟當今的一同時是婚姻中嘛 就是說有一點意見上的不一樣 有這個有來有往一下啦 就是說這個有一點那個這個 結束的 是有一點點的這個爭執這樣啦 接下來到隔天的時候 大家就繼續上班嘛 還在那個就是說這個開會啊跑行程 我們就是繼續去做我們的工作 在隔天 我還記得那天好像是禮拜 禮拜四禮拜五有點忘記 但是大概又是快週末的時候 中午的時候就是我們辦公室就團購 團購什麼就是叫那個頂瓜瓜來吃 然後呢就是剛開始吃午餐沒多久 啊那個陳其邁副院長 就從他的那個辦公室走出來 然後拿了一塊那個炸雞 然後放在我的桌前 然後就就走掉了 這個就是一個他表達關心跟關懷的方式 就現在懷想起來真的是蠻有趣的啦 就是說嗯對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很特別的一種方式啦 那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看得出 啊這個我掛保證啊 我就當事人啊對不對 難不成我要那個有的沒的嘛 有沒有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就是 大家啦每一個人他都有各自獨特的 表達關懷的方式 然後或表達關心的方式啦 那其實都能夠去感受得到 這個人感受這個真心誠意啦 因為特別是在政治圈 我也必須要說個實話啦 有很多的一個政治人物 他就是說很厚的 在什麼時候很厚的 就是說對台一般的民眾的時候 就是說啊 跟他挨拶子 跟他稱兄道弟 哦兄弟啊讚啦沒問題啦 但是換一個方向 就是或者是說在那個離開之後就 哦又換了一副的這個態度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聽眾朋友 或者是我們台灣的民眾 都是有這個感受啦 就是說有這些政治人物 他就是很明顯是有一點一套一套啦 但是也是有政治人物是表裡如意的啊 像那個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陳其邁市長 他就是雖然說表達的方式 有點不是那麼的一般啦 但是你還是可以感受得到 他是對你的關懷啦 還有另外一位我也覺得說 真的是政壇相當難得的一個 非常有大格局大氣度的 現在是立法委員啦 就是我們的耐死彭彭 鄭運彭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最近民進黨有一個這個 投影市長的營算 也是有些意見的討論啦 一開始被認為是最有利的人選之一 就是那個目前民進黨最資深的立委 那行政跟立法的歷練 也非常豐富的這個鄭運彭 鄭運彭一開始的態度 就是我作為立委 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每天的這個立法跟監督做好嘛 然後做好選民服務 那我自己齁 就鄭運彭他不會主動的去去強求什麼 但是如果最後 民進黨這邊決定要是鄭運彭出來的話 他也不會推遲啦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種不計不求的態度 然後讓鄭運彭他在這個議題上面的這個 加分是加非常非常的多啦 因為其實站在選民的立場 我知道就是說大家也沒想要看到 就是說政治人物為了這個管理 變成什麼有夠難看的 特別是國民黨常常演這種事情嘛對不對 那遇到權力的時候 當然他有一個很大的誘惑 那他也會見證一些人性的醜惡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能夠遇到像是鄭運彭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正向的態度 也是對我們的民族有很好的態度 因為他的立場就是說 OK 我有做好我的準備 你若是要趁我去選這個投影市長 沒關係 我絕對沒問題 但是我不會向你要求說 一定愛我 非我不可 不會 鄭運彭這種大格局大氣度的態度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坦白說就是說 站在一個本土的選民的立場來講 我會覺得不管是民進黨或基進黨 在這個部分 基本上來講說展現出來的一個 氣度都會比這個國民黨要好很多 因為畢竟這個有沒有一個民主的意識 在政黨的這個運作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好 拉回來 所以你看像國民黨現在 為了一個高雄市長的選舉 每個人選都開始去花招擺出 各自有各自的起手勢 但是呢 相較於張亞中 他的一個無厘頭的政策 不可行的政策 又是紅到發亮的政策 那陳玉珍跟柯智恩 他們選擇的是一種政治語言的一個出手 跟一個操作 但是又沒有辦法達到點 所以呢 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這幾個人選我覺得 不要說對於國民黨的支持者來講 是不是能夠去獲得他們的認同啦 就連一般可能比較淡 淺藍色 淺綠色 甚至說相對更靠中間的這些選民 那我認為也都不會對他們造成什麼一些吸引力啦 因為其實現在的高雄 基本上來講就是處於一個 你要一方面能夠去守住疫情 不要去惡化的 不要去加深的狀態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去延續就是 這一兩年以來 包括一些重大建設 跟招商引資的成果 要繼續向他衝 繼續向他拚的狀況啦 所以呢 你 現在在高雄的氛圍啦 雖然說這有點在洩漏機密 但不管 我們覺得我們的節目 就是要跟大家誠實的來分享 那個我的觀察啦 今年的高雄就是說 大家都是 假夢說有一個市長 也能夠繼續讓高雄有更多的發展 更多的經濟發展 那陳其麥他在這個部分的做法 是確實已經有非常明顯的成果了 你看像這個台積電來了嘛 亞洲新灣區的那個5G IOT 創新園區啊 各有些鳳山中城三井Outlet 三井集團 不是三井Outlet 三井集團也來啊 國際級的飯店也是一間一間 剛才開的 還有那個週期飯店 它也是世界很有名的 在我們北高高雄也是一樣的 看捷運的紫線 也是可行性評估開始去動了 那再包括像是一些相對的一些 經濟的還有那個社會住宅的這些去規劃 這個都是在持續運作中 那相對於此 所以你國民黨的人選 你與其去做一些政治的操作 政治語言的這個訴求 倒不如你真的是要老老實實的 去提出一些 民生的經濟的這個政策跟政見 然後呢 能夠讓高雄市民覺得說 欸這個是不是能夠做的比陳其麥更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對國民黨 能夠有一些 這個挽回民心 比較適合的方向 那如果說你整天還是選擇去學韓國語 整天大脆垢 整天去搞一些有的美的 偶像的這些政治語言 那基本上來講 對於經歷了寒流的高雄市民來講 已經免疫了啦好不好 我們經過了這個 COVID 漢的這個virus 有沒有的這個侵襲之後 我們已經有這個免疫抗體了 對於那種只會 那個說大話的啦 那個豪小的 學不會說的這種政治人物 我們各鄉其民是 不會歡迎這些人的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不管是陳玉珍 還是柯志恩 這兩個人的起手勢 都是我覺得已經都先輸一半了 那對於未來的高雄市長的選舉 那我們就繼續去看下去 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好 節目進行到這邊 我們要準備進廣告來收集一下 但是進廣告之前 還是要來喊一下口號 11月26號 高雄市左營男子區的市議員選舉 敬請支持台灣基進 陳子瑜感謝進廣告 快樂昂加南 92.3 快樂大台中 89.5 快樂大台北 89.3 快樂華東 98.3 快樂配偶 96.7 快樂紅蝦 91.3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媽 你要去運動 要記得穿得更更更的 有啦 你看 我真的穿著運動衣 有更沒有 上面還會反光 讚喔 你在等過車路的時候 也不可以騎太多前 要突然有三大步看穿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站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 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你要以身作則 快樂聯報網 關心行人 用路的安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絕他了 從那天開始 他每天出現在我附近 還會發很多奇怪的訊息 怎麼辦 別擔心 從民國111年6月1日起 此類跟踪騷擾行為 都屬於犯罪行為 被害人可提出告訴 警方也會對 交害人開出書面告誡 兩年內 再有跟踪騷擾行為 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違反保護令者 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以上廣告由內政部警政署提供 珍編時事 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英文跟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聯邦旺 快樂聯邦旺 歡迎回來快樂聯邦旺 節目的現場 你現在收聽的是快樂聯邦旺 我是主持人丹朱如 我是台灣基金 在高雄 左翼南旺的市員 殘酸林 就是說因為 距離這個選舉的投票日 已經越來越近了 這邊也要來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拜託 那是你是在左翼南旺 盡情支持 那是你不是在左翼南旺 但是你有實在在左翼南旺的朋友 幫人家賭友票 感謝感謝 那個一千票不嫌多 十票不嫌少 反正就是能多少就多少 我們盡量的進一起來努力 這樣好 那這段節目 我們來把這個焦點 咻一下的 從我們的高雄跟台灣 拉到整個世界去 我們來聊一下國際局勢 最主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法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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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就是說 他的這個國會大選 就是那個 阿松普列National 國民議會 今天就是 投票的結果出爐了 那基本上來講 因為這個法國選制的關係 就是說 總統會先選完 選完之後進行國會的選舉 那 這樣的一個 比較延遲性的 差別性的投票 他就會 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就是說 可以去觀察 那總統的當選人 對於他所屬的政黨 到底是有沒有一個拉抬的效果 對 請問說 在兩千空十七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 馬克宏 不是馬克宏 馬克宏 是那個吃的 吃甜點的 馬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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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的總統叫做 馬克宏 發音有稍稍稍稍的不一樣 跟大家做個介紹 真的是 暗示的是真的 八道養了 好 馬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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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2017年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哇 真的是 那是有如當年那個什麼 搖翔公警當年 小喬出嫁了 熊之音發雨傘關金 譚孝間搶乳灰飛燕變 嗅一下 他直接把法國社會黨打趴在地 有沒有 為什麼我可以記的那麼熟 一定是我一直都在看派對家空名 有記起來 不管 但是2017年的時候 馬克宏 他整個就是以一個中間稍微偏左一點點的形象 把法國社會黨當年曾經是長期執政的大黨 有好多次執政經驗的大黨 整個打趴造成了政黨重組的現象 一直到現在 法國的左派政黨 比較前左的 不是那個深左 前左都還是一蹶不振 所以 馬克宏他在2017年的時候 所興起的旋風 真是不得了 一度讓法國以為說 哇靠這個新的拿破崙是不得出現的 結果呢 過了五年之後 到了2022年的最新選舉結果 馬克宏他雖然還是當選了 連任了法國的總統 可是 那個是一種含淚投票的結果 因為在今年 大概是兩三個月前 我記得是四月多 一月的時候 第一輪投票的時候 極右派的馬雲的胖 馬雲的胖 有人說勒胖 有人說勒胖 都沒關係 因為就是法文的發音 對到中文是沒有辦法那麼的精準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極右派的領導人 他所獲取的選票 也 這個臨駕了左派的跟右派的政黨 所以就形成說 馬克宏跟那個勒龐 他們進到第二輪的時候 哇那個又再一次的去召喚出了法國人民 對於極右派的這個恐慌跟恐懼嘛 所以呢還是含內投票 把票給了馬克宏 但是你馬克宏雖然當選了法國的總統 這不代表說選民就要繼續去買單 那個馬克宏的政黨啊對不對 因此呢 在剛剛最新出來的這個法國的第二輪國會的投票 結果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發現 馬克宏的政黨就是 就是道丁啦 哲惠啦 真的翻成中文大概是這個意思 他的這個國會多數的席次已經確定是沒辦法了 那反而是這個不管是這個極左派的那個梅隆雄 或者是說這個極右派的勒龐 他們的政黨都開在席次上面都是獲得了一個 新高的這個狀態 所以從法國國會的選舉 我們可以觀察出一件事情就是說 馬克宏他確定要剖腳了啦 除非他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趕快再找到一些其他比較 零零散散的一些小黨 例如說可能就是 什麼自由黨啊 或者是說綠黨啊 這種的 然後呢 再重新組成一個 能夠去過多數的 國會的聯盟 啊不然的話 按照法國的慣例 這就是一個壞腳嘛 因為法國是所謂的雙軌制 雙手掌制 啊他的行政院長 如果自己沒有辦法過半的話 他一定就是要想辦法去 釋出更多的內閣席次 他們也沒有其他中間的選擇了 所以就只要把票投給 我原本是偏左的 我就投給更左的 我原本偏右的 我就投給更右的 這就造成了法國社會 或者說政治的氛圍 有點像是走向兩億的極端的路線 那這個對於未來法國 他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或者是說一些社會的政策上 會不會出現更難調和的狀態 我覺得是值得觀察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 馬克宏他注定要提早掰卡了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法國在整個歐盟 或者說是在全世界的這個 影響力跟地位 也一定是會受到影響的 因為別人會看他沒有嘛 掰卡了 沒什麼重要啊 對不對 再加上基本上來講 他在對於烏克蘭 還有俄羅斯的戰爭的過程中 他那個就是一副就是 好啦好啦 你們不要打了 你好好談啊 的這種態度 也是不管是在法國國內 還是說對於烏克蘭 或者說對於其他國家 都是覺得說太... 太軟了 你知道嗎 Too soft 這個情形當然也會影響到 整個法國的國際的聲望 所以在這一次的 國會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的一個觀察 是說在未來的一年 會是馬克宏他的一個 可能不用到一年 半年就好了 是一個非常急急的時刻 緊急 Urgency Urgency 非常緊急的時刻 如果他沒有辦法 趕快去穩住正腳 然後透過一些比較 有這個決定性的事件 來重新找回他的聲望 跟阻擾權的話 接下來法國會蠻精彩的 因為法國人本來就很喜歡上街抗議 本來就很喜歡吵架 就很喜歡談政治 遇到這樣的大環境 一定會吵得更兇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來看美國 因為前陣子傳出說 美國可能會因為通膨的關係 導致就是要開放 或者說取消一些對中國產品的關稅 當然就引發一些討論 比較支持中國的這一派聲音 就會說 你看看你 哈哈哈哈 你美國還是擋不住了吧 還不是要靠中國 對不對 但是這樣的一個觀察 敢是真的 敢是符合事實 我感覺是 還沒有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美國在這個 目前有傳出最新的一個法案 就是 結合了共和黨跟民主黨 這兩個主要的政黨的法案 即將要進行最終的這個 審議階段了 那也要準備進行投票了 那這個所謂的 兩黨創新法案 那麼呢 據目前的 掌握的資訊 這個法案 不是讓台灣 有一些法律的修改 就可能是 你動不動 可能就是五頁十頁 大不了那個 幾十頁 不是哦 美國這個 兩黨創新法案 它有 多久呢 兩三千頁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研究所或博士班 這種念書的時候 一拿到那種 很大部頭的原文書 大概 極限也才就是六七百頁吧 我還記得當年有買一本 那個 馬基維里史克 雖然說我都還沒有看 但是我對它厚度 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個厚度大概是 六七百頁 七八百頁 還是更多 但是不管 人家是學術著作 現在要推的 這個兩黨創新法案 兩三千頁 這個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大概是到了就是說 可能有我的整隻手掌 整個手掌都還不夠 還要再超過這種感覺 那為什麼會那麼洋洋灑灑的到好幾千頁呢 因為它的目標是要去跟中國的高科技來對幹 要去制止中國的高科技 說到這裡 我相信我們節目的忠實的聽眾 都會有這個印象就是說 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最愛說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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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中國製造 2025 有沒有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中國他在習近平還在不可疑似的時候 神經豪氣甘允的 一下亞投行 一下又一代有的 有的 那最終的一個目標就是要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以超越美國 這個當年毛澤東有超英趕美 習近平是超越美國 有沒有 這個超越美國的最具體的展現就是說 中國能夠自己去生產 不輸給美國 甚至說更高級更強的這個 包括晶片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高科技的器材 所以中國製造 2025工作的製造這個東西 在當時是引起很多的討論 所以呢 感受到這個急迫性跟壓力的美國 那時候的川普總統就直接 嘿 貿易戰就打下去了 第一個出手的對象是誰 華為再來的中芯 就是這個中國這個在高科技產業 最具代表性的兩間公司嘛 接下來那個什麼紫光 什麼紫芯也是中招的嘛對不對 所以打到現在就是說 中國他的貿易戰 就是其他的產品都是次要的 最主要的產品就是高科技的產品 那這一塊被美國盯上的部分 確實是造成了蠻大的影響 所以在貿易戰之後 基本上來講 你就很少再聽到美國 你就很少聽到中國再繼續講 什麼2025中國製造了 因為一點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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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那個那個以前不是有個 代狀節目嗎 叫什麼 金烏黎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非常快 收一列就過去了 就是中國那個 我們要超越美國的快樂時光 收一列就過去了 就是這樣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發現到了2022年 這個兩黨創新法案 還是持續的去鎖定中國的高科技產業 然後是說要避免或者是說去阻止 中國在這個方面有超越美國的這個機會 因此這個法案在這個美國的這個國會或政治圈 被評論是美國史上最大的這個產業法案之一 那它的核心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來提升美國的科技研發能力 然後維護美國在高科技跟這種有戰略意義的供應鏈的安全 那麼也會很明確的就是說 禁止具體的一些項目跟產業不讓美國的公司去投資中國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不言了 也不是說不言啦 就是直接擺明就是說 我美國就是要用這種態度來遏制你中國的崛起 有些可能支持中國的會說 你看你看你看美國就是那麼的阿爸 可是這真的是阿爸嗎 拜託 如果你只是一個單純的商業競爭行為 或許這樣做是有點太超過 可是不要忘了 如果中國越來越 越來越有砲的時候 這對全世界都不是一件好的事嘛 對不對 你看中國是這樣 是怎樣對香港的 是怎樣對新疆 對西藏 還是怎樣對我們台灣 還是中國真的成為這個世界霸主 拜託 我們台灣絕對會很難苦 這個是絕對可以確定的事情 所以站在台灣的國家的利益來看 當然是要支持美國 來繼續讓這個中國不要那麼想要 沒有那麼容易去當場老大嘛 對不對 而且其實這個國 那個兩黨創新法案 在這邊再跟大家報告一個美改在裡面 我們剛剛提到也要去 就是這個法案 它也會去 保 確保 就是美國的這個供應鏈的安全 欸 那這個是不是就跟我們台灣有一個東西嗎 就是搭上線接軌了 是什麼 就是這個21世紀台美的貿易倡議這個東西 就是前一陣子傳出就是台灣跟美國最新的這個貿易 這個雙邊的討論嘛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啊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環節 它又可以也是說 它同樣也是一個 美國目前正在推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架構的核心 就是什麼 就是印太經濟架構 所以吼 我們聽眾朋友 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這個政策 美國的這個戰略 它都是環環相扣啦 每一個都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那讓台灣 在這個目前的局勢裡面 在美國的這個 半導體也好 或者是說經濟的戰略也好 在裡面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危機 就是因為呢 我們就是 抗中第一線嘛 我們也有 護國神山台積電 雖然說今天回到四字頭 我相信還是會長上去啦 好不好 在這麼樣的一種 環境之下 讓台灣絕對是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國家 那這個也就是 要提醒我們的聽眾朋友 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這個好奇 或者說一時的藏鮮 把票投給國民黨 這樣會很難看 很危險 因為一旦國民黨掌握了權力 它一定會很快速的 很急速的 往中國去靠路 一屆時 不只是讓台灣又陷入到了一個 可能會被中國併吞的危機裡面 然後呢 也會危害到 就是說整個台美的同盟 跟台灣跟其他國家去 這個進一步 結合跟發展這個更緊密關係的機會 所以真的是 飯可以亂吃 票不能亂投 這是 談論到這個美國 目前最新狀況的一個感想 不過話說回來 就是說 我們的節目也好 或者是說 這個對於中國的批判也好 可能會讓有一些聽眾朋友覺得說 是不是中國就沒有什麼好的事情 但是其實不是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個事情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最近有一個新聞 真的是 我也覺得很感動的 就是說有 這個中國的核心 他到我們台灣來達成 時間到了 要來回到中國 有去錄一個影片 來表達他對這個宿舍阿姨的感謝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中國同學 他在台灣念書的期間 每天真的是照三餐被宿舍阿姨喂 就是說 我們那個宿舍阿姨就感 就是有怕這個中國的核心會腰 就是說 早餐的時候 蛋餅 然後中餐的時候 便當 晚餐的時候 有什麼的 什麼粥啊 還有宿夜幹嘛的 就是說真的是怕他肚子餓到 所以在這個中國學生 他念書的期間 他已經 好像胖了五公斤 還是十公斤的樣子 所以說他這個學生要回去之前 特別錄了一段影片 表達他對這個阿姨的感謝 也希望就是說 阿姨那個可以就是 這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他也是特別承諾 以後有機會 還是會回到台灣來看這個阿姨 那我覺得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做這個陳述 然後沒有特別去提 他是中國學生的話 一定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善的循環 跟正向的循環 對不對 那不管今天這個學生 他是中國 是日本 是香港 還是韓國 那我相信我們台灣人對 所有的是外來的人的這種 熱情跟好客氣 不會變的 是不會變化的 就像我們當年 雖然說就是 有歡迎過什麼 當年有歡迎過鄭成功 然後鄭成功就帶來了 那個對原住民的屠殺 當年雖然說就是 一開始不是那麼歡迎日本人 但是後來也是 就是也是對日本人 也是有一個正向的循環 更近的就是說 也有歡迎過國民黨 結果國民黨也是帶來屠殺 所以說就是看台灣的 日子 有時候他覺得很感慨 是說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善良 很好的個性 但是都都在拍攝 你知道嗎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溫柔 跟這個這樣的一個熱情 是能夠 呃 也不是說一定要人家有什麼回報 但是不要那個恩將仇報 對不對 所以你看像這樣的一個心態 就是我們對人家好的心態 不管是一百年前兩百年前 還是到了現在 我們都沒有變 我們台灣人都沒有什麼變 然後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只要是有一個正常的 或者是一個正常人 遇到台灣這麼熱情好客 都會覺得還蠻感動的 不管是這個中國學生 還是在高雄有一個香港來的這個網路創作者 叫查理 他也是常常發表一些影音圖文動畫 那他裡面也常常提到就是說 到台灣來他最大的改變就是變胖 因為台灣的朋友都會一直塞他東西吃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一個善的循環 我相信不管對方是哪一個國籍 我們台灣人都是會同一個標準 就是遠來似客嘛 客人就好好的招待 但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招待 或這樣的一個熱情 能夠是一個創造出一個新的一個更好的善的循環 就像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那或許中國政府的確是相當的阿拔 他中國共產黨確實是非常非常的沒有人性 但是我也覺得說 對於那個能夠秉持著一個平等的 互相尊重的心情來交流 互動的這個中國的一般的這個學生也好 或者是老百姓也好 我們都還是非常的就是說 不會特別是討厭或幹嘛啦 就是還是一個以理代之嘛 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大家能夠平等互惠的 你們是一個叫做中國的國家 我們也希望是被當成是一個叫做台灣的國家來對待嘛 那這樣子才能有一個更加彼此去了解 跟互相尊重的可能性 所以看到一個 我覺得這個新聞是蠻暖心的啦 也跟大家來做個分享 好 節目時間的關係又要來進廣告了 同樣的進廣告之前 請大家多多支持 再一位二十六好 這位南馬克的志願選技 請支持 感謝 感謝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邦旺 老衛啊 我們叫土調的土調可以賣掉了 聽說只要還要過夫婦跟新前客戶 就有人要賣喔 有 你是不能信 土調和新前客戶不是拿來賣的 我們當初根本就不應該賣 人家的新聞都有在報 說什麼 你跟土三天賣土調 還要叫你買其他的商品 其實都不賣不去 那都騙你多賣錢的啦 唉唷 我知道有你的提示 那不然我連老本都給你騙了了 以上公告由來進步提供 世俗都變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事業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影門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影讓自己的完成在住 早晨 我們的心態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的結縁 碰起三三五 數二三三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沙燕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到快樂聊時室的節目現場 您現在收聽的是快樂聯播網 我是主持人陳子瑜 也是台灣接近 在高雄左營男子的市議員參選人 這一段節目呢 來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還是很熱門的電影 就是我們的TOPGUN Mavric 就是捍衛戰士的第二集 獨行俠 那這個 我們的節目之前有推薦過 那還是要再跟大家推薦一次 這一部一定要去看大螢幕 而這個螢幕 不管是IMAX 或者是說4DX 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去看大螢幕 你才能夠真的感受到他的那一股震撼 而且呢 這部電影也被是評價的非常非常高 因為他是可以說是一個專門為了電影院的這個場合 所誕生的電影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因為整個時間的跨度橫跨了大概36年 這個真的是幾乎是一個人的半身了 然後呢 在劇情跟現實的結合也都非常的巧妙 跟這個精準 所以呢 對於 新一代的觀眾朋友來講 這部電影是非常的酷炫 非常的有震撼 但是對老一輩的 或者說有看過第一集的這個觀眾朋友來說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的懷舊 跟一種感動 甚至可以說是跟自己的人生再多走一段路的這種感覺 非常的有這種感觸 那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氛圍底下 那其實他在整個的影評界裡面 我有看到一篇我覺得寫得非常好的影評 他有很精準的提出一件事情 就是說 捍衛戰士獨心霞 他從電影的角度來看 他某種程度是希望能夠在為所謂的電影院的世代 多爭取一些時間跟空間的作品 那而且他也成功了 在現在已經都是這種網路串流的這個年代裡面 很多人包括我在內 我們就是會看想什麼Netflix HBO GO Dinsley Plus 或Apple TV這些 就是你在自己的行動裝置上面 在自己家的這個電視裡面 就可以去看任選你想要看的這個螢幕 那個電影 然後就是劇情 劇本 劇作 那所以說那種 有點像網咖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就以前大家 呼朋一半 然後在一個空間裡面有一種團隊的這種感覺 一起的感受 就已經時代就過去了 但是捍衛戰士2這部電影又成功的把大家又重新找回了電影院裡面去看 有二刷的啦三刷的啦這些都有 那就像這部電影一開始裡面 當這個美軍的這個將官 在跟他姆克魯斯講話的時候就有提出一句話說 以後的年代都是那種無人機的啦 你這種傳統飛行員已經 這個時代已經不會有你們的位置了 那湯姆克魯斯就說一句說 可能吧 但不是今天啦 所以他也確實的把這一天又往後了 延後了一段時間 但不管延後到什麼時候 這我們不知道 但確實是成功了 只是這畢竟是一個電影的一個比較理想的結局啦 因為在真正的現實生活中 特別是說在歷史上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這種故事 或是希望能夠憑著自己的力量 去延緩這個時代的改變 但是最後是失敗的 這邊舉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日本這個西南戰爭 就是說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 那因為整個國家進入到了現代化的這個發展的年代 所以有很多舊的制度 都開始遭到的淘汰跟這個廢棄 最明顯的就是所謂的階級制度 以前日本是很這個嚴格的士農工商 那那個武士 他甚至可以有這個權力 不把一般老百姓當人看 那可是在明治維新之後呢 發佈了市民平等 然後那個甚至更積極一點呢 就是廢佛毀世 就是說連傳統的宗教信仰都要那個毀氣掉 然後完全是走向那個靜代化的道路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過去的優勢的這個階級 就是武士階級 就面臨到了大規模的失業 跟大規模的這麼一個 就是說 呃 他的地位是一夕之間翻轉的狀態 然後那像在其他的貴族階級裡面 有一些這個新的貴族階級出來了嘛 他舊的貴族階級沒落了 所以呢這也是一個在日本的社會階層大翻轉的年代啦 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那這些特別是中下階層 本來生活就不是很好的武士階級 他就更面臨到了一個一貧如洗的狀態 所以他們的不滿 跟他們的這個憤恨是可養而知 那這個時候呢 呃 就是有一位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 絕對是鼎鼎有名的這個英雄豪傑啦 就是這個西鄉隆盛 那他作為這個薩摩凡出身的這個微星的英雄 那他對於這個傳統的這個 這個可以說是重視啦 或者是說真視 那讓他的這個聲望又達到一個新的高峰 因為西鄉隆盛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有領袖魅力的人 那特別是大家如果有看過司馬遼太郎的宛若飛翔這一部 呃大概十集的這個小說齁 看完真的是會對西鄉隆盛非常的無體投地跟敗服啦 因為司馬遼太郎的這個筆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準 而且非常的深入 所以西鄉隆盛他作為一個舊時代最後的象徵 那他也為了當年的這些跟他出生入死 甚至說其他 呃其他凡 其他的這個封建 武士的未來 所以呢他就是發動的這一場西南戰爭 要從那個攻略雄本城開始 然後想要一口氣從九州打到這個東京去 然後呢讓這個明治政府的所謂的現代化的改革路線 給他喊咖啦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太過於違反了時代發展的做法 以及再加上呃真的是在這個所謂的現代科技技術的落差 使得這一群幕末最後的武士的族群最後當然就是陷於一個失敗了嘛 那不只是這些呃跟隨西鄉隆盛的武士階級就是暫時的暫時受傷受傷 就連西鄉隆盛本人他都是在這個 最後是切腹自殺了 最後在發現到說真的是大事已去的時候 那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一個事情真的是 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武器 也可以說是一個時代在流轉的時候 呃他的一個不會因為一個人或幾個人就停下腳步的改變 會讓人蠻感傷的 那話說回來這樣的一個發展或者是說這樣的感觸 在人的感情上面當然是確實是會有一種感懷跟憂傷 因為畢竟說句實話啦 在往前進的道路的過程中 這個絕對不是一帆風順 他也絕對不是令人心情愉悅跟愉快的 你看歷史上那麼多的改革者 有好下場有幾個幾乎是零呢 像早在中國的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 他最後的下場是什麼 被人家無碼分屍呢 因為他惹到太多既得利益階層的 那你看像日本的明治維新剛剛提到的 這些一夕之間什麼都沒有的這個武士階級 他們已經失去的人生存在的意義了 他當然就說好老子我就設命一條 不然我就跟你明治政府對幹到底嘛 可是你站在明治政府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的立場來講 那這個當然也是一個必須要 坦白講就真的是必須要除去的一個對象 就是所謂的反改革的這個族群這樣子 那當然你放在其他的國家都有類似的案例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說在人類歷史的這個發展過程之中 進步他絕對不是一個很輕鬆很簡單的事情 那改革他是個更加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某種程度 台灣的這個所謂民主化的寧靜革命 他能夠被全世界高度肯定跟稱讚的原因 因為我們台灣的民主化就是說在李登輝前總統的這個任內 他採取了一個衝突最少幾乎沒有流血的這個狀況 然後呢讓台灣的權力順利的先是從國會的全面改選 從這個老國代的這一種把持下放給了全部的台灣人 能夠去選出自己的立法委員 接著呢又把這個國大代表給他廢除掉了 然後呢又推動了總統直選 然後並且促成了政黨輪替 這個大概從1988年李登輝上台之後 一直到2000年的這個陳水扁擔任總統的 這大概12年間 絕對是台灣的政治史上最難能可貴 而且是最有關鍵性發展的這12年 所以你從2022年的角度回頭去看 不管是日本也好 或者是說你看中國的那個勤國的那個時期 或者是說我們台灣的民主改革 那能夠讓整個國家跟社會持續的進步跟前進 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而且其實你在這個角度來看 某種時候我們也會覺得 其實被列入是失敗的一方 或者是說最後是被淘汰的一方 他們也不見得是那麼的罪大惡己 說句實話 例如說像剛剛提到的武士階級 他們人的一生 他們的一生就活在一個就是武士道的這個教條裡面 就是要對天皇效忠啊 或者說對幕府將軍效忠啊 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 或者說一個生活的這個生活的這個環境 啊忽然之間遺跡都沒什麼都沒有了 他會覺得說他的人生已經是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那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也會難免就是會多一些同情或者是遺憾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把時間拉長 或者是說多一點這種將心比心的同理 可以去更加理解到說就是人的歷史 或者是說這種所謂的改革跟進步 真的不能夠太沒有人性 還是必須要說以人性的關懷為本 才能夠去盡量的去減少 在改革過程中發生的這個陣痛 甚至說是一些這個應該可以避免 而且也希望不要出現的衝突啦 所以呢 看到捍衛戰士 又讓我聯想到西南戰爭 然後呢最後我就想到一首歌 真的是蠻能敢傳達出這樣的一個意境 所以在節目的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三國米的朋友應該對於早期 日本的這個動畫 就是有一部這個動畫的那個片尾曲 非常的有印象 就是由古春星師先生所演唱的這個風之花傳 那節目的最後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這首歌 因為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歌曲 那今天的節目就在這邊要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您的收聽 快樂聊時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大聲一定會 有 чемég 雖然 有些抑點 是 有些抑點 有些抑點 其實 雖然 我們 接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